认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承担 教识小朋友认错也需要考究的功夫和耐性 当年陶恒之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时 有一天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去打同学 将他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陶先生回到办公室 见到个男生先拿出一粒糖递给他说 这个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前来 接着又拿出第二粒糖递给他说 这个也是奖励给你的 我叫你不要打同学 你立刻停手 说明你尊重老师 男生半信半疑地接了那些糖 陶先生又说 根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仔 说明你有正义感 接着又拿出第三粒糖递给他 这个时候 男生低着头哭着说 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合我都不可以打人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粒糖说 你已经认错 再奖你一粒 我们的谈话也应该结束了 其中的一粒糖递给他说 组合的糖递给大家